然後也覺得這中間很一個困難 而且資料就是也要怎麼去回頭讀 對 還有包括我們今天也覺得 平等就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早期的時候 甚至平等是不是一個普世的價值 其實都有不同其實分子的不同的想法 那這些東西其實回頭去解釋的時候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我們今天已經沒辦法看那個 他當時說不一定要平等 然後可是他的那個說不一定要平等 其實在他的脈絡裡頭 是有他要對抗的東西 然後他也看到了 就是那麼早就看到了說平等 你不能把他當成一個普世價值來宣揚這樣子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脈絡你要去考慮 可是這些東西我們回頭看之後 我覺得因為收到往後的那個框架的限制 變成那個解釋也變成很困難了 那總之就是還有很多的功課真的很需要做 那麼謝謝泡中提醒 好 謝謝旅遊人皇帝 謝謝丁乃娟的普通 聽起來的話 傳上不加提如果想要晉升的話 現在應該在開讀書會 再開始讀一些新的東西 充實大家的論述的內涵 你看你分析的那個對象 好 下面還有沒有人要舉手啊 剛剛有一個人要舉手的 前面有一個 然後有兩個 還有沒有 三個 好 來 這裡這裡 我還是想要問關於同性婚姻的一個必要性的問題 因為就是我跟我朋友在討論想像家庭系列的文章 那我是轉郭彥博先生的文章給他看 然後我們都很同意就是照顧不應該被家庭化 尤其因為我們都身為女性 所以我們很能體會那種照顧的家庭化 就等於照顧的女性化 這樣一個壓迫跟一個情感的剝削這樣 但是我朋友他同時也面對了 另外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他跟他的女同伴侶是不同國籍 對 那如果說他們沒有婚姻 合法婚姻的保障的話 他們要如何的在同一個地方生活 對 所以就是 就想問的是說 難道就是同性婚姻 沒有他的一個緊急性跟必要性嗎 那是菁竹 大家好 我是日日春協會的工作人員 我是菁竹 那我是借用一下剛才那個 立心的朋友的例子 再往下給伸展一點我的想法 對 那主要是我覺得你的例子 其實蠻經典也蠻好的 就是說我覺得你剛才其實也已經提到一個反省 實在說光是用性騷擾來對待這個老伯伯 其實是不足夠的 因為你其實也看到了 這個老伯伯本身的某一種情慾 其實是需要出口的 所以用這個 就是說一方面我覺得王庭提醒也對 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得用這個例子來反省 性騷擾 在跨約 就是說這個加害跟被害的時候 其實太快了 那但是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我是想借用一個例子往前 再推演一點點 就是說 到底這個老伯伯的性 到底該如何取得滿足 就是說在我聽到的一些例子裡面 有一些老人家或有一些身心障礙者 在機構裡的時候 可能會跟看護 某一些看護 發展出有償的交換 就是說譬如說也許給看護幾百塊 然後在洗澡的時候 或者是利用什麼樣的機構裡的空間的時候 可以讓這個看護幫他做一點性服務 或者我也知道有一些老伯伯 他們可能就會出去找小姐 就很多老人之家的附近 農民之家的附近 或者是機構的附近 其實是有非常多的餐館、茶室 卡OK在那邊 其實也會提供老人們一點點撫慰的服務 但是不管是看護的有償的服務 或者是找小姐 這樣的服務在貴會的執行長 就是說在在立心 過去以團體的名義出來的立場上 對我知道你的立場跟團體的立場 可能是有不同的 對所以我不是太 我並沒有要把你們等同 但是我是說在團體過去的立場裡面 是認為要嚴懲、調課的 在兩年前的性交易的修法裡面 立心的主張其實是認為 性交易裡面的滿方如果被抓到的話 其實應該要被罰關五天以下 或是被罰五萬以下的罰款 對 所以就是我之所以要再往前退附 其實就是想要再講說 你其實往下推的時候 你會知道這個老波波的性 顯然不是目前的成家可以滿足的 不管他現在有沒有家 顯然是不足以滿足他 對他必須要透過其他的管道 來尋求他的出口 但是這樣的出口在過去 其實立心是禁止的 對 所以這個是補充 曉禮波老師講 為什麼我覺得立心得要負某種責任 因為也把這樣的主張 事實上也把某一些出路給堵死了 但回到今天的主題上 就是說我想回來講的是說 透過這樣的案例 事實上我覺得也會看到 就是說我自己因為長期在日春工作 我覺得性交易它在很多時候 其實是某一種家庭的補充 婚姻或家庭的補充 因為我們知道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很多人其實不選擇成家 有些不選擇成家的人 會選擇以性交易為一種其中一種出口 那也有很多已經成家的人 在各式各樣的婚姻壓力底下 也可能會去尋找性交易 就是說包括我自己在內好了 對 就是我自己也是 有一個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 但是我又同時也會去尋求性交易 所以對我來講 我其實是會覺得性交易是一個婚姻的補充 而在這樣的就是 而我自己長期因為在經驗這樣的 各式各樣的不同的親密關係裡面 會感覺到如果我們的多元家庭 你談的只是一對一的伴侶關係 或是一對一的婚姻關係 其實是嚴重不足的 或者是如果當推動多元家庭的人 碰到人家說多元成家是不是等於多批 就馬上要跟人家撇清說 我們不是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相對起來 會扼殺了某一些人 在親密關係裡面的不同的形態 對 無相較不適合 對 無相較不適合 對 無相較不適合 好 其實怕性別的東西 他一直是被這種意識形態所建構出來的 可能這樣講會很適合 比方說如果是酷兒或是性權 講的怕性別 就會是酷兒或性權的怕性別 然後如果是同志講的怕性別 就會是同志的怕性別 然後如果是人權講的怕性別 就會變成是人權的怕性別 然後如果是體制內的怕性別 就會變成體制內的怕性別 怕性別是電視的本質並不存在 他其實只是各種意識形態教會的一種建築 一種構築物 那其實這件事情是很愛上的 就是跨性別的東西 從頭到尾都不存在 那首先 那我今天主要有四個發言 那首先提個問題是說 今天其實已經有爬出到三個主要的 主要的最實脈絡 一個是剛剛開話 我剛剛講的就是 性保守的脈絡 然後包括體制內附運的脈絡 然後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治化 整個十三年來的脈絡 那其實我一直很好奇的 其實是必須要對歷史有所交代跟負責 就是孔治運動單一化的這個脈絡 這四條脈絡其實是相互交識到現在的情況 包括為什麼婚家民權的這個局勢 或是現在這個樣子 這其實是這四種脈絡共同所構築出來的 那其實目前孔治運動主流化的這個脈絡 其實是必須尚會被足夠的歷史化跟歷史追究 這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科老師提到的 就是關於最近化性別人全都是非常地火熱 那我想要跟宏林對話的是說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最近討論了很多 那如果大家好奇這件事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其實可以上網 我今天上網查詢一下就能夠睡覺 最近待會兒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不在這邊多言 那其實就我的了解 這所謂的跨性別人全都是 他們其實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比方說像我們就很擔心氣保啊 氣保的問題啊 或者是說或者是說壟斷的問題 他們好像其實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問題最大的核心 其實會不會就正在於說所謂的善意 孤未有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善意這個單純 它其實是一個真權意的這個想法 然後跟拯救可憐的跨性別 這三個之間其實是相互線過在一起的 那這個善意其實帶來了非常多的災難 然後最後 然後 下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自由選擇 就是包括最近 多元成家就好像有三個選擇 然後參與說不選擇也是一個選擇 然後包括所謂的第三性別 就是反正任何從體身體真權意的人 那他們強來收編說不選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自由選擇 可是自由選擇在古典的 它其實是一個笑話 就是人們讓你有選擇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自己是自由的 可是這個選擇其實是一種誘導 就是說自由選擇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是一種收編 那還有最後一個是想要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所謂的 對於人跟國家之間關係的質疑 那其實我私人上是有好奇說 說到底怎樣能夠在 怎樣能夠在國家之外生活 那這樣子的生活方式的物質條件如何可能 比方說是不是能夠有在國家之外的一個土地 然後這個土地上面是能夠真正有國家之外的經濟關係 那這個或者是說這種反國家的生活方式如何可能 謝謝 報時 現在四點十分 本論壇一定會在五點整結束 所以你們不要等到這麼一秒鐘才來 一堆手的東西舉起來 最好現在就趕快舉了 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放台上的人 或者回應的人 看誰想要回應誰都行 我主張亂打 他剛剛的問題是說 A跟B A跟B是因為統訓伴侶 但是兩個不同國籍 但是我覺得這個 然後你講到這個 統訓婚姻的一種緊急性 那我給你另外一個例子 我做得來來來來來 我們在這期間 可惜沒有獨立說